完了 打一窗上来 这里看起来真的是个宝地 不搞了 那我接着继续 老板不打了 现在流有点大 打起来却是挺累的 打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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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大大 好有 这条 四斤 又一条 发抬宝丽 又一条红电宝 都没鱼 看我打的 这个新岸礁真的不赖 来看一下这个新岸礁的收获 真是不赖 报错 这个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这条大海蓝 这条红泳 总共这里挡了三条红泳 一条后存 好不要打的 现在马上冰一下 我们就回去 回去我们再盘点 今天的收获 这一笔收获应该不少了 今天打的差不多一箱了 好 浩哥也回来了 打坐好 大海狼 今天跟老表所有的疑惑在这里了 这条海蓝 大概 八到九斤吧 嗯 两百多块钱 哦 四条红泳大概十斤 要四百多 所以今天最值钱的是这条红点帮 这条红点帮 大概有一斤八 啊 一百八十块钱 哎 这些小鱼就不说了 黑鱼 还有金鼓曼 还有十斤 十斤也是好鱼哦 但不大 这个大概就九两左右 然后粗略的统计了一下 我今天应该可以收个一千块钱左右 然后老表有个 呃 这条后存 朋友十斤 老表三条鱼 大概呢有个五百多块钱吧 他今天有点偷懒了 啊好了 这个鱼不能晾到这里太久 然后我现在马上拿那个袋子全部包起来 打冰线 明天全部发走 哇 鲍哥你打这么多啊 没多少 二三十斤 这条红油还不小 哈哈 这是鲍哥打的鱼 有四十斤左右 海南就差不多三十斤 哈哈 哎呀 不想上下 别笑 还行还行 我都是好鱼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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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